82级杨无敌号称封号斗罗以下无敌的存在 那么魂斗罗级别的强者中 谁能和他抗衡甚至击败他们 看看你心中的他是否上榜了呢 破之一族的杨无敌 凭借一柄破魂枪扬名魂世界 攻击力恐怖如斯 他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提升自己的攻击力 作为单属性四大宗主之一 他的等级最低 但实力确实其中最强的存在 连防御力在魂世界文明侠尔的 御之一族组长牛高 都表示挡不住他的破魂枪 号称封号斗罗下第一人 攻击力甚至比一些封号斗罗都强 那么还有谁能够在魂斗罗层次和他抗衡呢 第一位唐浩 唐浩当初被千讯级带队追杀的时候 是89级魂斗罗级别 此时的唐浩并没有达到封号斗罗级别 却能毫无压力地打败狙鬼斗罗 甚至面对教皇千讯级也是丝毫不虚 要不是两级禁止领域的干预 唐浩可能直接大锤呼在千讯级脸上了 而在阿盈献计突破封号斗罗之后 唐浩就更猛了 打得五魂殿众人毫无还手之力 千讯级差点凉凉 简直不要太强 因此89级的唐浩面对杨无敌是毫无压力的 肯定会直接拧压 第二位比比东 比比东作为斗罗最大的反派 天赋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连千道流都表示看不透他 整个大陆除了唐三可以压他一头了 其他人只能忘记向背 所以同一阶段的时候比比东也是吻压杨无敌 第三位千刃雪 作为斗罗大陆万年以来第一个成神者 千刃雪的天赋摆在那里 顶级五魂六一天使 先天满魂力二十级 加上在天使九考中获得的神器天使圣剑 千刃雪对上同等级的杨无敌 那是分分钟拿下的 最后一位就是唐三了 这个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作为主角的唐三 手持神器三叉戟 红阶中就是无敌的存在 你杨无敌魂斗罗顶多和92级神毛斗罗打得有来有回 唐三却是魂斗罗级别直接单条武魂殿供奉96级千军斗罗 一招秒杀95级鬼斗罗 虽然有偷袭的成分 但更多的适应实力的体现 所以杨无敌在同阶唐三面前 只能是被吊打了 对此你怎么看 愈非煌 炫钩